五星之名 沙公沙母料理秀 一開始就邀請了陳宥申師傅 來 請 現在這個時間吃到的 算是要吃公的了什麼 九月圓十月間 對 今天是選了沙公沙母都有 所以兩個都會讓大家吃到 耶 一公一母 男女搭配工作不累 對不對 不醜 現在螃蟹也是這樣 吃也是這樣 我們今天帶來這道菜 是什麼 豪華卸味 鴛鴦拼 鴛鴦 鴛鴦是這個鍋子 所呈現出來的嗎 沒錯 做兩道菜出來 在五分鐘之內 豪華的鴛鴦拼 怎麼做 計時開始 五分鐘 你看看可不可 一開始我們先直接把這個 不會啊 看清楚 好... 鴛鴦 這個芋頭啊 我先切片 我覺得它手在發抖 沒有 它什麼炒麵沒煎 我還發抖 好 來自現在我們準備這個蛋 麻油蛋 麻油蛋 然後鹽巴 麻油好像是 佑生師傅的強項 他上次有做一個麻油雞飯 真的有這個 我們待會兒分兩隊競賽的時候 贏的是可以帶鍋子走 這個一體神聖的鴛鴦鍋 竟然會帶一次 今天有兩套 這鍋子超漂亮的 然後我加了一點檸檬跟紫蘇梅 增加一點梅子的香氣 檸檬跟紫蘇梅在麻油蛋裡面 沒錯... 然後我們把紹興加進去 紹興啊 對 紹興 那這個我們在家裡準備一個 非常好取得的高麗菜式 就直接這樣下來 完了之後我們來把這個XO醬 我們常常會推薦觀眾朋友 放另外一邊了 對 買那個 這是你們澎湖帶回來的嗎 沒有 因為我們是去澎湖 我都有在Follow好嗎 我們這邊的口味是什麼 那邊是麻油酒蛋的 麻油酒蛋 那這個是XO醬炒那個 蟹 沙公 那現在我要從蒸籠裡面 拿出我們的螃蟹 你是用蒸的 我想說這兩隻 大絕招 我想說一次做兩道菜 怎麼來得及 然後兩隻都在前面 都沒有動到它 我也是很納悶 沙公主要吃的是蟹熬的部分 你看它跟那個 熬的部分非常多肉 所以我特別炒一個XO醬進去 讓它快速的入味 紅甜椒 以及這個青花菜 芋頭米粉湯的概念 然後把它換成冬粉跟沙母 那我現在加這個是雞湯 然後高湯 你看到這個鍋非常好用 因為它聚熱非常非常好 它是一體成型的 它在清洗上 它在清洗上其實非常非常方便 你現在看 如果說是電視 剛剛轉到3D都會來 你怎麼知道說 它這邊剛剛下了一個冬粉的裡面 有放了那個什麼 檸檬跟梅子 檸檬跟梅子在裡面做湯 給你失憶 因為這個的創作 最後一分鐘大叔 過目即忘 加油 應該快完成了 加油 那這個芋頭就給它下去一起煮 冬天吃過 那最後這個蟹黃 對 蟹黃的部分把它加進去 熱拌一下 然後蓋上去當裝飾 這種就是像我們常常講的 一鍋兩吃啦 一個是炒香的 一個是可以煮燙的 可是你沒想過它本來可能就是 火鍋的東西 就是它拿來儲蓋 或者是你在家裡要吃燒烤 一個是火鍋 一個就在那邊炒烤 它烤肉 它不沾鍋 對 那調味的話可以用鹽巴 也可以用魚露吧 對 鹽巴 魚露 或者是優質醬油去代替鹽 都是不錯的選擇 完成了嗎 完成了 完成 剛好完成 剛好完成 好香喔 可惜 那個蛋超香的耶 對 麻油的香味 紫蘇梅配檸檬 口味很怪嗎 不... 它是一點點香氣而已 它味道不會那麼重 它其實是麻油蛋的香味 非常的濃 麻油蛋 麻油蛋很濃 對 可是好像這邊的部分 其實有點像乾鍋一樣 好舒服 乾鍋 你如果在帶辣或什麼進去 它其實很像四川那種乾鍋 四川乾鍋 其實... 那味道很重吧 味道其實它不會很重 它只要增加香氣而已 好好吃 麻油裡面 麻油酒 然後加那個紫蘇梅嘛 對 它裡面扮演一個很誘人的角色 對 紫蘇梅明顯嗎 沒有到很明顯 不會明顯 它就會有一點點 它有一點曖昧 就是稍微你會點到一點點 謝謝陳佑先生 謝謝師傅 謝謝 我有 支持 謝謝 まぁ 帖 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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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